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央行打房有成效 打草房有成效 建商延缓推案步调 北台湾今年首季推案量 只有新台币2359.46亿 这季减的幅度高达31.9% 所以可见建商有开始比较保守了 比较保守 较去年同期也减少了461.37亿 这减幅也达到16.4% 北台湾各县市 以桃园衰退幅度最剧烈 首季推案量是444亿 年减高达34% 整体是减了16.4% 所以桃园是倍数的年减 桃园推案量大减 主要跟新兴重化区推案 青黄不接有关 这也倒不见得完全是打草房的关系 因为青浦 A7重化区这两大重化区推案 推案量比较少 所以整体的暗量有快速缩减的状况 那大台北地区推案也下滑 台北推案647亿 年减200亿 减幅有2.3% 新北推案不到900亿 年减也有差不多一成左右 所以可见这个建商有趋向比较保守 那最近营建股也的确是不太动 有比较层级的状况 那美国联准会公布出来最新的会议纪要 这个会议纪要我们有什么样的看点 我们刚才请教富然克林投顾的梁佩玲协理 佩玲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会议纪要大家很注意在看嘛 对不对 那主要当然是因为最近美国公布出来的经济数据 非常的一个亮丽 不论像是所谓的一个ISM制造业指数 是来到了37年的新高 那上个礼拜公布出来的非农就业人口 也新增了91.6万人 这个都是创七个月来最大的一个增长 所以让市场其实还是蛮担心说 是不是联准会有可能会被迫要去提早缩减购债 或者是要升息的一个动作 不过就这一次的一个利益会议记录显示出来 其实决策官员还是认为说 目前美国经济距离他们认为 所谓不论是就业 或者是通膨取得实质进展 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还是会维持在整个比较 就是目前现行每个月 还是会有1200亿美元的购债政策 然后在整个升息的步调上 基本上也是给予比较鸽派的一个立场 希望缓和市场这部分的一个担忧 不过我们其实如果从美国 不论是股市或债市 在今天凌晨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基本上市场对于这个会议记录 基本上反应是相对比较清淡 比较冷静一点 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激励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最主要还是在于说 其实联准会从多次的一个说法 不论是联准会主席鲍尔 或者是最近的一个官员谈话 基本上都已经释出了这样的一个风向球 不过大家还是比较更聚焦的 就是到底经济 是不是会有过热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市场目前的一个反应 还是比较偏向 就是认为说 在整个景气偏好的一个 持续改善的一个状态之下 包括了像是公债值利率 可能还是会有缓步上扬的一个空间 那对股市来看的话 在利率上扬的环境当中 大家现在最期待的就是 下个礼拜会陆续登场的 在企业财报的部分 只要企业财报开始出现 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持续改善的话 基本上就有助于支撑 整个美国股市 还是有机会去续创新高的一个表现 好 那好像估计出来 那个美国整体S&P500企业的 这个增幅会达到两成以上 对 对 第一季的一个获利增长 目前预估是23.8个percent 那相较于去年的第四季 是成长3.9个percent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是非常高 那因为第二季 有可能还是会更高嘛 那因为去年第二季 是相对的一个低基期的关系 所以这当中让市场 其实对于接下来几个月 其实不论是美国经济 或者是在企业财报的部分 基本上还是会比较正面 来做一个看待 那当然如果就第一季的 一个获利表现来看的话 整体是23.8个percent的一个成长 那就产业别来看的话 是以消费耐久财 预估是成长104个percent 然后金融是成长72个percent 是最为量力的 那其他像是原物料 也有将近48个percent的增幅 那原本先前就是在疫情期间 比较受惠的 就是在科技跟健康医疗的部分 大概也都有两成 不等左右的一个增长幅度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 企业获利应该算是一个 还是有机会支撑 整个美国股市往上走 很重要的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利多 那当然在第一季获利财报当中 可能还是会出现衰退的是 以工业类股 还有能源类股 还是获利会呈现衰退 不过因为其实大部分股价 都已经反映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对于 只要这个获利衰退的幅度 没有超出的预期 那甚至对于未来的展望 尤其是工业的部分 或者是能源 大家对于接下来 不论是拜登的基础建设的 一个计划 这部分如果释出一个 比较正面的一个讯号的话 其实股价都还是 有一些反弹的一个空间 好 我看美国的媒体 对四月美股的行情 还抱持比较乐观的 普遍抱持比较乐观的看法 对因为其实我们就过去 如果就美国12个月份的表现 来看的话 但第四季11 12月 是所谓的耶旦节行情 那如果你撇除掉 耶旦节行情的话 大概就是1470的表现 会相对比较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通常都是 这个月份会公布 上一季的财报 那通常前一个月 在公布财测的时候 市场会相对比较正当 会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这部分就让下一个月 实际公布出来的成绩 比较好的话 反而就有机会 带动股价的表现 所以美国股市 通常在1470 这四个月份 都是在公布财报的 一个环境之下 通常都会有 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 好 那过去的经验 好像看起来 四月份的涨幅 平均四月份的涨幅 也相对明显 还算是不错 2%多 对 那当然就是 其实美国股市 还是比较怕 就是五穷六绝 就是其实跟台股 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那最近 当然我们觉得 四月份如果财报 出来之后 股市又有机会 再涨一波 但或许您可能在 投资操作上 可能还是要相对的 比较居高思维一些 因为当然其实 随着财报的一个 利多反应之后 接下来大家还是会看的 就是刚刚提到了 包括了就是 拜登的一个 基础建设计划 接下来会进入到 国会的一个讨论 那上个礼拜 市场是很 比较偏乐观 在庆祝这样子的 一个期待 但这个礼拜你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它必须要 伴随着加税 那到底这个加税 要怎么加 其实这部分 还是会对市场 造成一些不确定性 那这部分 我觉得会成为 可能五六月份 或许市场会可能 不能说它是会影响 整个美国股市 有多翻空 但是它至少会 可能会成为 投资人趁机做 获利了结的一个 借口之一 那加上又是 传统的一个淡季 所以这部分可能 我觉得四月份 行情还算OK 那五六月份 可能投资人在操作上 还是要抱持一些 风险意识 对这个蛮符合逻辑的 这个四月拉上来 你看最近台股 拉的也很凶 对不对 对 这个拉上来 因为台股最近 就是像营收啊表现 然后涨价题材 有题材嘛 对啊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 好的公司财报都出来了 对那因为很重要 是最近的美元 正好又有在休息的味道 那最近像外资 是连续第四天 在买超台股 不过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买超力道 也是有在缩减 对啦 所以这部分 可能还是要再关注一下 这个资金行情 是不是能够 外资都嘛 配合演出的 对啦 有钱大家赚嘛 对不对 干嘛泼冷水啊 当然可能 因为它前两个月 就是也是汇出比较多啦 所以我觉得当然 因为台股的基本面 可能真的也是蛮好的 所以这部分 当然可能也是有一些 回补的一个力道 对啦 但再好我们讲 也没有涨上天的嘛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台股一直创新高 你刚刚提醒听众朋友 美国的美国五月 这个sail in May 对不对 这五月六月通膨的数据 一定会明显上来 那到时候美国十年级 国债质率 再往上升的话 这个伴随着美元 再转强的话 那这个可能中线 或短线拉回的环境 就出现了嘛 对 我们通常还是认为 就是五六月份 通常股市会有一个 比较偏向于 就是偏接近夏季 这种比较休息的 一个情况 那因为毕竟 刚提到了四月份 因为财报的利多 可能都已经反映了 那五六月份 通常都是比较淡季的 一个情况之下 可能这部分就会成为 资金获利了结的 一个借口 对 股票也是要卖 才有真正赚 其实要有波动 如果波动的话 反而有操作的一个空间 拉回也未必是坏事 对不对 对 其实对我们经理人来说 都会觉得有拉回 他们反而很高兴 就是找好股票来买的机会 是是是是 这个拉回相对好股的 这个买点就浮现了 一直涨的话 有时候大家不敢 这个不知道怎么下手 所以我觉得股市有涨有跌 才是比较健康的 好那 刚刚谈到了 就是说拜登的 2.25兆的计划 主要是在基建的部分 听说他马上又要公布 一个2兆的计划 对不对 那总共加起来就4兆 4.25兆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拜登积极要做的 就是所谓的一个 跟中国有点类似 就是所谓的大内需 它是一个非常 大政府就是扩大财政刺激 来带动整个美国经济的 一个复苏 所以其实如果就最近的 一个券商都一直在上调 美国经济成长率的 一个预估 所以其实如果像摩根大通 今天最新执行长 也提到说 他认为这一波美国的经济 可能这个荣景会很苦 就是延续到2023年 不过像摩根森里 也有提到说 因为他这一次的一个 财政刺激方案 非常的一个大 规模非常的大 所以可能会让美国 这一次的循环 是比较热 但是有那个时间 会相对比较短 就英文叫做 Hotter but shorter 所以其实投资人 可能要特别留意的 还是说 虽然最近大家还是一直在 连准会一直给大家信心 说 他们没有那么快要去缩减 他的一个量化宽松政策 没有那么快要去升息 可是大事还是要留意 如果当这个财政刺激政策发挥 然后你看到美国的就业势势 持续的改善的一个状态之下 我觉得连准会还是有可能 在下半年 甚至接近年底的时候 开始释出 他会比较缩减购债 明年有可能会开始 缩减购债的一个讯号 我觉得这是在下半年 可能要留意的风险 那当然如果就整个基础建设计划 还有接下来的就是 他希望能够对于像是医疗 或者是对于比较偏向于 富人税来加税 这部分我觉得都是在 拜登可能在未来第二季 会是一个市场比较主导的一个 就是市场的一个重点 因为目前其实共和党 对于他这个2.25兆到2.3兆美元 这个基础建设 其实都完全是在 站在比较反对的立场 所以这当中 其实我觉得双方在国会 还有得吵 那我觉得这部分 可能未来还是会透过一些 预算协商的一个手段 是不是能够分批来做一个通过 好 4兆就占美国GDP20%了 很高 非常夸张 这个用20%的这个GDP的量能 因为美国的2020年的GDP 是21.4兆美金 差不多21兆左右 你4兆多 就是20%的GDP 这样子的一个总量 去推动未来的8年的经济的增长 那是当然这个力量不可忽视 但它可能会造成的后遗症 然后各方面也是值得评估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去年就2020年财年 美国的预算赤字飙升到3.13兆 这是创下史上最高了 3兆多的赤字 那另外美国去年 2020年财年的财政收入是3.4兆美金 所以拜登这个雄心万丈的计划 4兆多 等于说美国一年不吃不喝 政府完全不花钱也不够 这个3兆多的财政收入 然后赤字还高达3兆多 所以可见美国现在目前的 这个债务的问题有多严重 这个平均美人负债 在国家的债务的问题有多严重 那这样的一个债务问题怎么办呢 拜登就提出一个计划 就是说他为了平衡的这么大的一个支出 这么大的雄心万丈的计划 他就说我要把这个企业税 从21%调到25% 同时也有人说 那我要这个全美国 这个所有企业都要一个最低税15% 全球最低税15% 另外美国海外企业在海外的收入 要这个税负要加倍到21% 那我要请教富然克林的资争协理梁佩玲 佩玲这种加税的计划能推得动吗 当然如果以拜登之前就是的提案来看 因为现在他本来提的是到28% 就是企业税从21%到28% 然后海外所得是从11%提高到21%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再加上就是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明年美国企业获利 大概影响会是有9到10个百分点 其实这幅度算是蛮大的 可是如果就目前券商的评估是认为最终通过的情境 其实不会这么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天他又松口 说有可能降到就是税率最后不会升到28% 可能只会升到25个百分点 那我觉得这当中现在的一个细节内容 可能还会有 其实还存在蛮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不过我觉得如果这个细节慢慢大家勾勒出来之后 其实对于股价的影响上会开始陆续的一个反应 因为就像刚刚提到了 因为如果对于美国明年的企业获利预估 大概有最糟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能会有9到10个百分点 那像高盛是预估说 他认为最终的一个情况可能只有3个百分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跟市场的预期 其实还是落差蛮大 就大家认为说可能不会那么严重 所以我觉得现在股价对于这种加税的一个反应 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去反应他可能的一个冲击 所以这当中真的还是要观察后续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状况 因为这当中如果说他希望能够设定全球最低的一个税率的话 因为他避免跨国企业都到处去就避税 我觉得这当中其实难度蛮高的 因为这当中牵涉到各国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考量 其他国家要配合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难度是有一点高 那只是说对于他本身的一个加税的一个幅度 如果不会提升那么大的话 可能对于股市的影响我们觉得是有冲击 可是还算是可以接受 但这当中当然对于不同的产业影响会比较大 这当中还是以就是海外营收比较高的 像是网路通讯然后科技或者是医疗产业 这部分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大 那反而像是比较以内需为主的什么工业原物料消费这部分 他的影响就相对比较小 我看那个美国媒体报道影响最大一家公司是金沙 拉斯菲加斯 因为他的赌业收入都是来自于澳门 对这种就是他可能就不是在产业 就会变个别公司也是要去分他的差异 对啊你去澳门看全部都是金沙 巴黎人啊 我们那些全部都是他的嘛对啊巴黎人然后对面那个金沙城啊 那他好不容易要等到疫情结束之后好不容易想要来赚一把 我们那一代全部都是金沙的威尼斯人巴黎人然后对面那个什么 几个hotel组成的Sherton那个全部组成的 都是他都他的啊真的是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拜登这次的提案他还是有一直重申说他不会对年收入四十万以下的一个中产阶级课税啦他主要会针对富人税那边其实四十万的门槛老实说其实还算是蛮高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大家会比较担心说如果他真的对加税的话如果真的影响到一般的一个消费动能也可能会对股市或经济有一个影响那最糟的都是他都他的都是他都他的真的是真的是赚爆了 那情况其实我们像我们集团一直经历很比较担心的是对资本利得税的部分因为资本利得税真的会引发就是在整个投资人尤其在美国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就是你长期投资之下你到死的那一刻你那个累积的那种长期复利效果造成的这个资本利得其实这部分其实是存在有一些税的一个空间那这部分如果刻下去的话真的会对于美国股市或什么那个影响真的才会是比较剧烈那还好目前 并不在拜登他考虑的一个范围那我觉得这部分是比较就是在加税议题上还好比较没有看到这么资本利得税这个讨论那如果是对于企业税啦或者是富人税的部分我觉得对于市场的一个冲击应该算是可控的比特币卖掉赚钱也要磕资本利得税啊在美国也要磕啊对对对对因为他也算是那个所以有人就算说 那个马斯克说用比特币去买特斯拉那个特斯拉会变很贵为什么因为那个比特币赚了钱去买特斯拉 然后又要磕一个资本利得税然后再去买特斯拉那就税上加税啊就不划算 对所以有人说他这个算盘有点打错了不管了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人拿比特币去买特斯拉了好那嗯那个中国大陆股市香港股市为什么是涨不动 呃第一个当然就是之前有跟大家提到就是其实中国股市在年后其实就包括了就是呃若以呃国内的一个中国人行基本上是在有一点资金面的部分是没有那么的一个宽松 那再加上其实很大因素还是对于就是在科技股的一个尤其是网络平台这部分垄断的一个监管是日趋的一个严格那像昨天其实美国的一个呃美国盘的一个腾讯股价又出现了一个大跌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大股东出现了一个卖股的动力 那这部分当然其实我们认为这个股呃反应都已经陆续的一个有消化出来了那只是说如果就目前的一个气氛上来看的话因为相较于美国是在积极的做大建设啦要积极的撒钱中国这部分其实不论是对于房地产这部分都还是有一些调控的一个动作 甚至像最近也出来说他们对于不论是内资行或者是外资行可能对于一些贷款其实这部分都有紧缩 所以其实在市场气氛上我觉得中国市场的一个气氛的确是有稍微受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压抑啦 不过如果就整体的一个价格来看的话因为目前不论是有MSCI的一个中国指数或者是上证指数 我们觉得它的一个波段修正幅度大概也已经差不多了那只是说短线上它要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反弹或者是很明显的一个涨势 我觉得欠缺一些触媒那这触媒当然可能包括了像是政策面或者是包括了接下来可能有一些企业财报啦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更实质的一个利多来带动 那不然的话可能短线上它还是会比较偏向于是一个横盘整理那等用时间来化解下档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部分 那就是等待是不是有一些更明确的一个政策出没出来 好腾讯腾讯今天在香港挂牌0700的腾讯啊今天股价是小跌1块半了 对1.5%了跌9块半了跌1跌到620块了 那你刚刚讲说他其他挂牌在美国是跌7%吗 对对对 所以今天看起来是有人在抄腾讯哦 要逢低抄底 对因为他这一波从775块 跌很深 跌很深跌到620块很少看到腾讯这样跌的哦 那今天你知道腾讯报多少成交量吗 2.47亿股 我们算他600块港币一股就成交就好了 很大 腾讯一档股票的总共成交总量超过台湾上市贵今天一整天的成交总量 今天已经够大了5000亿啊 他超过啊 他有五六千亿的一档股票五六千亿的成交量 真的是叹为观止啊 今天是爆了超级超级大应该史上最大天量吧 没有不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大量是出现在2018年的时候 好那最后给我们听我们的建议就是说第二季怎么布局全球的共同基金啊 好当然就操作上来看四月份我们觉得股市还是可以持续偏多操作 这当中还是以美国股市不论是科技生技或者是像是一些传统的价值股 其实我们觉得这两边都可以做一个同时的一个操作 那只是说就随着股市如果又在创新高之后 我们觉得可以适度的把部分的资金可能转到一些平衡型基金 因为这当中可能有一些债券的高收益债的一个部位 虽然我们觉得目前高收益债的评价面也算是不算太便宜 可是因为毕竟只要联准会还是维持在一个宽松的一个步调 那刚刚提到了如果五六月份股市开始出现比较震荡的话 至少平衡型基金它比较可以 这个下档风险是相对比较小的 那目前的配置还是建议就是美元 然后新兴亚洲的一个资产是同时都要兼备 那当然就是股票为股优于债 那在债券的部分会优先以平衡型基金 或者是在部分的高收益债 还是可以多做一些琢磨 好那股债比例大概多少呢 目前我们会建议大概5比5 5比5 那你们看就有点蛮保守的 这是比较偏五六月份 那四月份当然股票比重可以可能有可以到六成左右 对那五六月份越接近五六月份 可能在操作上可能就还是要比较抱持一些风险 也是可以适度的获利了结 不要完全的空手也不用完全的出场 那这部分就只是说 因为就是市场今年还是会波动比较大一点 推前布局就对了 对 好那预防五六月的波动 这个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非常谢谢梁佩玲 我们们多开玩笑 我们下个电呢 对 by bwd6 因为我们下电转变水 我们下车 Н Legislature